采荔枝还得出动吊车 在半空中将一颗一颗的荔枝 放进笼子里 摘了满满一笼 再用吊车送回地面 黑叶荔枝每一颗都饱满红润 装和秤重剥皮之后放进嘴里 又酸又甜的好滋味 让民众赞不绝口 不同幻想 480年的荔枝 那个肉质很Q 非常好吃 酸甜度也刚刚好 南投的福山社区 这四棵有四五层楼高的荔枝树 可是全排最老 树林超过400年 树根要用五个人张开双手 才能围起来 树主人每年都会开放民众参观 还请来丢车 采一百斤的荔枝 免费请大家吃 而世界最贵的荔枝 则是大陆广州增城的挂绿荔枝 一颗荔枝拍卖价250万元 曾经有失恋女子偷拔 只为了尝一口 而云林林内乡的农民 则是引进这个品种 还和台湾的糯米荔枝 结枝成功栽种 今年的产量比糯米荔枝还要多 这个肉比较Q 这个很Q 像米的半个月就没得到 没得到再放了 刮绿荔枝 刮绿荔枝体型大 是糯米荔枝的三杯 口感扎实 果肉Q弹 子也比较小 农民栽种后三年大丰收 没想到台湾的气候环境 也适合刮绿荔枝生长 尽管价格一斤八十元 民众也疯抢 记者林众公寓的六名兵 南投云林 综合不到